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这个2018年在黑山举行的德州扑克100万港币报名的比赛啊 现在来到了最后的final table啊,咱们做的就是决赛桌啊 看枪口味八高同色,气掉是吧 看他们后人有什么可以一站的牌,A9 他又气掉啊,他又气啊 其实我还是觉得这撸子总体上还是非常稳的那种牌手的 确实A9在他那个位置尻,起瑞斯不太好啊 曹瑞也气掉是吧,那小忙大忙 这旁AQ倒是 瑞斯可以尻啊,瑞斯就更主动一点 哦,不是10Q行动了,先10Q AQ,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AQ瑞斯会比较好啊 拿到了好牌就尻进来 他欧林嘛,欧林 欧林我觉得有点,有点 实实话,不是太有必要啊,欧林太容易打走别人了 是吧,你有位置,然后拿到AQ同色 这牌起个瑞斯啊,起个差一般的瑞斯 让对方能尻进来会比较好啊 因为你的手牌这么强是吧,你又有位置 你肯定愿意别人尻进来啊 这样更容易赢更多的筹码是吧 欧林对方气牌的概率太多了,太高了 而且对方是凭尻进来的,对方不是加入入持 AQ还是 还是觉得起瑞斯会比较好 起个什么15万,20万的瑞斯 起掉啊,九狗这牌还行,但位置靠前 加上余林三是一个也是一个手牌范围控制的非常紧的拍手 曹瑞已经起掉了A手牌啊 A10这还要起个瑞斯 也可以顺身,奉利了啊 这哥们儿在 我觉得真的A10没有必要啊 真的A10这么好的牌装备 就正常起个10万11万的瑞斯啊 挺好的 这样子打牌太简单了你知道吧 打的太简单了 简单的好处就是你不用 你也不会犯什么错误是吧 像这样的事的 你也很难犯什么错误 但是你这么打牌其实 你不利于你打好德州普克是吧 你打德州普克肯定是羊起平自己变得越来越高的 这么的 太简单的处理牌了 处理的太简单了 说实在就是你这么打牌 都是偏稳的打法 你知道吗 但是 剥削性不够啊 还有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吧 这种方向不太够 拿这么好的牌 你去和别人 其实跑起马来 别人能尝你 你A10也不见得好啊 这种牌 但是起个正常的瑞斯一般的牌可以去尝你 拿这么好的牌 有力位置打 还是非常不错的 就他的筹码量并不至于就直接要all in 虽然只有20个大 20多个大萌子是吧 那他们的筹码量大概都是这样啊 你还要看你自己的筹码量 筹码量还有大家的筹码量是吧 还有桌子上的风格来判断你打牌子 现在不是剑单单 你凭着数学你就可以 曹瑞这all in 知道没什么问题 一个对的是吧 我抢个底石 你要真是call了我了 是吧 我这牌一般的牌也不怕了 毕竟短筹码嘛 其实 大多数情况下 像曹这种情况 他是没有什么操作空间的 就操作空间比较小 这个时候all in 比较好 而且他手牌也决定 他那把A10就不太是这种情况 A10他是在装位拿到这么好的牌 A10同色 就是现在他们这个筹码量 这个筹码量 就是100万左右 100万多一点的 其实大多数情况下 确实是操作空间没有那么大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操作空间的 有些时候也是有操作空间的 曹瑞倒是不太幸运啊 上桌的时候 好像有个150 200万之间的筹码量啊 现在输到了 100万是吧 主要是那手他加入 他三拜他加入到40万 完被KK推药链 他气掉了AQ那手牌啊 那手牌损失的比较多 好 鱼日三有点坐不住了 在枪口味拿到A4起个瑞瑟了 你还比较算 那这种牌其实不如他原先有石钩 你知道吧 他在COA拿到石钩 看我就来好了 其实啊 不过倒是别人都没什么牌啊 他直接抢下了抢下了这个底池 这种A4同色在枪口位 不算什么好牌的 他这种A4同色这种牌 你比如我 你在什么别人都弃牌啊 你在什么COA装位拿到了 你起个瑞瑟就非常的好啊 尤其打小盲大盲就是非常好的牌啊 又要防守 这鲁子喜欢 他大盲非常喜欢防守啊 他非常喜欢防守自己的大盲啊 但他其他的位置 他并不是 哦 这手牌鱼日三 这牌的翻牌厉害呢 这个牌 花水双抽 哎呦 这手牌很容易打起来了 这手牌鱼日三应该是要进攻的 还不错啊 鱼日三还是打的小盲 大盲是吧 就打这个这种位置 他有位置啊 他后说话 这个 看他的 哦 过牌了 这还挺少见的 哦 这张牌发出来 杨克希看着不太舒服了 一张成顺 多半K7是要过牌控持了 这里边我觉得鱼日三要打了吧 但也不好说啊 这牌鱼日三翻牌过了 这个时候 也不一定是好的偷鸡的 也不好说是不是好的机会啊 看看他怎么做吧 K7这个牌我还是觉得 哦 他途中打了他 其实我觉得过牌会比较好啊 K7这种牌 这种牌你自己就是你在前卫把底蛇做大了 你其实往后很难处理的 哦 他没有下注啊 他扔了一张掩饰卡 其实这种牌 哦 是下注了 下了一个轻注 就这种牌你拿K7 而且他下这么轻啊 这种牌用 下这么轻啊 很像被别人瑞斯的这么下注 而且他这种 这种中了一堆K 这种顶堆K 是把底蛇做大了 你也非常难难以处理啊 到盒牌 你过也 过你就 就这个时候你把底蛇做大了 没有什么好处啊 现在他底蛇他又变得更大一些是吧 他盒牌又不太好动作了 他把这个底牌做 就是这个底蛇做大之后 如果别人偷一的话 他是更不可能尻的 他这个转 他这个牌如果转牌他过牌 让别人下注 玩他尻了 他尻了 他尻他就有 他这里边有可能代表很强的牌力是吧 他可能是有高 可能是两对是吧 玩也有可能是一些强买牌 他尻都是能代表很强的牌力啊 他主动下注 下了一个这样的注 把底蛇做大了 是吧 他合牌 他也不太下的了处了 鱼十三这个牌 而且他打得去鱼十三啊 鱼十三这个人 轻易不会放底蛇的 像这种人 鱼十三多半 他很喜欢偷鸡啊 尤其在这种牌面 所以你面对鱼十三 你把底蛇做大了 最后鱼十三会来一个偷鸡 你更扛不住啊 太手牌吧 如果他抓不了偷鸡 不知道会不会偷鸡啊 但是我觉得鱼十三是要偷鸡的 鱼十三这个人 轻易不放底蛇头 是吧 你对鱼十三 你把底蛇多大了 我倒是让鱼十三来偷 鱼十三偷 你还能扛住吗 扛不住啊 很难抓的 他有一种牌很难抓头鸡的 这里边那就是 他赢买牌是吧 主要其实就是赢买花 有一些买花买顺吧 是吧 这里边肯定不能是单买顺啊 主要肯定是带着买花的买顺啊 这牌也没有什么单买顺是吧 这牌抗不好接啊 其实他这个牌转牌那个下注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虽然他下的很轻啊 但他那个下注真的没有任何的必要 还有那么下注就合牌再下一个相对大点的阻止注 是吧 再下个什么 比如 44万的底蛇下个十几万的阻止注 但十几万的阻止注也有时候 可能下个20万的阻止注会好一点 他要真的把底蛇这么做成这样啊 其实他转牌那个下注是真的完全没有必要 他这个牌其实是怕大底蛇的牌你知道吧 就像9发出来像这个牌面非常的复杂 像这种顶顿弱踢脚 是吧 你比如说顶顿弱踢脚 顶顶顶顶弱踢脚 你也特别怕底蛇变大的 这种牌其实 在这种牌面是挺脆弱的 而且那牌其实合牌发的还没有那么吓人 要合牌再发成红的出来 更靠不了 其实那个时候他没有必要自己种打出来 把底蛇做大的 这手牌吧 这手牌枪好被对A 还是反手你知道不 反手你过了 别人打你 有可能是顺 有可能是什么 什么两对 你翻手 别人打你 尻一枪更能代表更强的牌力 在刚才那种牌面 就是有更多的可能性 你知道吧 有更强的牌的可能性 还看那手牌 凡是上手牌 我觉得转牌打不好 过牌尻可能会好一点 而且你过牌的话 可以多观察一下 对方的行动 是吧 你看你过牌了 没有露出太多的信息 你看看对方怎么行动 看看多获了点他的信息 这手牌 这手牌 能不能发点火星装地球的牌出来 十七勾 这七要换成五就好了 比如黑桃五 那这个牌就很完美啊 这里边要下住的 石沟这里的铜色太危险了 三人抵持 可能下个20万会比较好 我觉得15万20万吧 24万啊 我刚开始一般的可能下个15万 这样的住蛮着 但三人抵持可能下的要大一点 我觉得是20万 但下下的更大手 下24万 check race啊 我也想到这一点了 已经英文说check race 这里边还是尻一枪 看看转牌会好一些 对方筹码太多了 没有必要打的 我觉得没有必要 现在就是拿这手A4去拼命 你知道吧 这里边还是call比较好 这里边对方筹码太多了 你没有必要 现在就拿这种牌去拼命 可以看看转牌发什么 是吧 根据一张牌咱们再决定怎么做 发出一张偏向于空气的牌 A4也是很快的过牌 这里边AA应该要继续进攻的 这里边觉得下一个 40万的住是吧 就是下个半池 40万到60万之间这样的住蛮 感觉都可以了 下太重也不是特别好 因为你不一定领先的 这种牌 下个45万50万 选择过牌了求稳一枪 他这个牌还是 有点偏稳了 所以这张6 其实没怎么改变局面 如果是89 他也是天顺了 现在这张牌发出来 这张8非常的危险 这个678 一张9成顺是吧 一张草花吧 其实这种牌倒是 我觉得这种牌如果发出来了 比如AA转牌打 玩A4合牌过牌 AA也顺时过牌啊 在这种牌里 A4选择过牌了 其实 这牌我觉得A4应该打出来啊 这牌如果是对勾的话 也肯定是过牌啊 这种牌 就是AA这都会过牌 咱们已经说了是吧 咱们说如何 就是我也没说完啊 就这种牌面是这种 什么顶队啊 A钩也是一队 对大队的是吧 AA也是一队是吧 就这种牌是一种对的 非常怕的牌面啊 对吧 这种这种对的 可能两队都很怕这种牌面啊 两队都会过啊 所以这里边A4感觉应该自己中打出来了 这里边A4他过的原因 可能他觉得 对方是买牌啊 买牌失败了 他可能这么觉得 反正他过 我没想到他会过呢 对方牌了 说实在的 我以为他会下一个重入的 你知道吧 就演投机啊 其实整体上而言 我觉得这个桌子的水平不是很高 这个桌子上的水平 看他们打的特别稳也能看出来啊 现在的水平 现在德州普克已经很少有打这么稳的人 很有这么稳的桌子了 大家的剥削性都会比较强啊 他们打的都是挺怂的 对方人 打比赛 其实有时候你真的是运气好 水平没那么高 有很多时候你能打到决赛桌子 然后你比赛打得多啊 真的我刚玩德州普克的时候 没玩多久啊 我打那个什么免费赛啊 免费赛那么多人 他报名的比赛 我都打得过冠军啊 玩这个比赛我特别有兴趣啊 还有免费报名的 我就参加参加 那些天 就天天的一天一天的玩 我就打过一次第一啊 反正前三名一共打过三次 但得一次第一 那两次是得一次第二第三 还是得什么俩第三俩第二什么的 你忘了 当初也就是 那时候的比赛参加的人挺多的 上千人五六千人 那种比赛啊 我刚玩不怎么懂德州的时候 我也打过第一名 那时候第一名给十块钱花费了 他那时候他叫你说 你要游戏币还要花费 我他直接要的花费啊 那个时候 免费赛吗 第一名 他第一名奖励就写的给十块钱花费 但他真发的时候 他问你要游戏币还是要花费啊 他还是愿意给你游戏币的 看出来了 这手牌曹瑞两对吧 六七跟他关系不大啊 曹瑞这住 看这多少啊 18万啊 因为看着挺多的 一看那个黄丑马就是最少的 是吧 QK这里边会尽啊 六七 六七会弃牌的 实话他说六七两张方片还有可能尽 这两张红桃肯定是要尽啊 难说六七的话 QK这里边实在是没有不要去瑞斯啊 因为他们底势已经很大了 他一瑞斯有点套匙了 如果说那个虽然是免费赛啊 那也说明你玩牌有点天赋了是吧 你也才能 有时候真的啊 有时候真的啊 你有时候直觉判断有时候也挺重要 刚玩的时候有一种感觉 你顺的时候啊 你有时候判断还挺还挺准的你知道吧 有些时候啊 那时候有点有一点基础 大概率还是凭感觉在玩啊 凭一些经验吧 看他自己排大排小 那时候也不太能气盘啊 反正我到最后其实他们都特别怂啊 那时候我打的还偏凶一点的 那时候真的啊 他你忙住已经特别 我记得我现在有点回忆出 为什么最后能得冠军了 就是因为他们都特别怂你知道吧 里边应该曹瑞还会打一枪啊 这里边觉得可以打的重一点啊 打个四五十万 那曹瑞筹码本身不多了 那个筹码就打重一点 演偷鸡啊 就演假装半眼花 实际上是打价值啊 就那个时候我抢盲住抢了好多次 我一起瑞斯他们就细牌 一起瑞斯就细牌 那样似的我筹码就长得特别多 马上的和他们筹码量就拉开了 本来我记得我当时 前三名的时候 还前四五名的时候 我的筹码量是在中间的 但是抢几个盲 抢几个盲你知道吧 筹码量就变成第一名了 因为起瑞斯他们就细牌 因为说盲住特别高 那么得冠军呢 35万 其实这是因为打的没有特别重一点 再说下个四十万吧 但是因为那什么啊 他筹码量也不多了 但这把牌让朝瑞赢了非常多的筹码 总筹码来到了二百万 其实说实在这手牌有点救救命了啊 现在筹码量看着就比较健康了 其实一百万确实是不太健康啊 那筹码量 好了那咱们今天的 视频就到这里是吧 回忆了回忆以前自己打比赛啊 但记忆的也不一定对你知道吧 太久了啊 十年十年之前的事情了你知道吧 我也记不清十几年了你知道吧 因为刚玩那时候刚玩德州嘛 然后得冠军 还得了好几次进打的名次还不错 就会有印象你知道吧 就会有印象 好了 那咱今天视频就到这是吧 喜欢的可以关注一下 咱们下次再见